在你心目中什么才是第一呢 事业第一 家庭第一 财富第一 还是感觉第一呢 欢迎来到第一会课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他潜心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享有声誉 正视这些问题 去研究中国现在出现这些问题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它视野开阔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 比较早一点能够到外面 真的去看看这个西方经济学 在外面到底怎么回事 研究中国经济30年 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它就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当代知名经济学家张军 张军教授您好 您好 你是知名的经济学家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两点 一个就是你对复旦大学的一个专一 另外就在国际的学术舞台上的活跃 首先想问一下您是从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复旦 而且从执教到现在作为是经济学院的院长也都在复旦 为什么对他情有独钟呢 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 因为我觉得复旦人 现在很多在复旦的或者没有在复旦的 其实大家对复旦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样一种爱 或者说喜欢 学生在网上都定义复旦的文化叫自由而无用的文化 为什么这样界定 首先很自由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对这个很重要 思想需要自由 学术需要自由 无论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块净土一定是要大家感受到是自由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感觉它不自由了 我相信我比谁跑得快 都要离开这个学校 对吧 那第二点说它无用 我是觉得就是说 复旦这个学校 实际上无论大家教书还是做学生 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功利 从我在复旦30多年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种情怀 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面 对吧 所以其实很多的复旦人 我家里也有 大家都会有特别深厚的情意节在那边 但是还有一点 我觉得在您身上的就是矛盾统一体 因为90年代初的时候 你是非常频繁地跟世界的顶尖的大学 进行学术上的学习交流 那个时候还没有入世 中国是全球化这个概念 我相信连一个雏形都没有 梦想都没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那样的选择 本科的时候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 那个西方经济学 可是那个时候呢 连一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 那你要看西方经济学书呢 你不能光看老师写的讲义而已 那你得到图书馆去找那些援助 就像今天可能大学生更多地把时间 花在其他方面去了 因为现在的网络这个很发达 可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 把更多的时间花到英语上面去了 而且不仅练听力还练口语 那么再加上我又喜欢西方经济学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有没有可能比较早一点 能够到外面真的去看看 这个西方经济学在外面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的都是二手的 复旦大学的自由的文化 给予了张军施展才华的空间 90年代初 他先后在英国 美国等地 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4年 张军在美国华盛顿 州立大学经济系的研究项目中 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经济 发生了兴趣 奠定了之后的研究方向 在年少的时候 经济学这个词 在你的脑海当中意味着什么 你对它有什么样的好奇心 没有概念 那为什么会选择经济学 其实这个很好玩 其实我小的时候 其实是喜欢 比如说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艺术 我喜欢画画 其实我素描画得非常好 是吗 然后我后面画水粉 那为什么不走这条路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其实很想去考美术的这个学校 或者艺术的学校 但是考大学以后 因为考分数还不错 所以如果去上艺术 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了 所以还是选一个中文化大学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选经济学 你知道我当时选什么 选什么 我选法律 中国的经济转型到现在 总体上大家的感觉一直是经济学家在最前台 话语权都来自于经济学家 其实我觉得现在到了 把话语权转给法学家的时候 我觉得法律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回过来想 我如果当时没有被录取到经济学这个 然后真的录取到了法律 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那个对中国其实是相当重要 当然经济学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而且从我对科学的迷恋来讲 我觉得可能经济学比法学呢 更能满足我对科学的这个兴趣 因为经济学的这个 就所谓西方经济学的 它的发展 差不多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个方式 那我特别喜欢物理学 所以我对物理学的那个特别是现代 近代的物理学的很多东西我都 我家里其实有很多很多 关于物理学家写的 或者是自己的传记 或者是他人写的物理学家传记 或者是物理学之间的那些争论的 有关的这个介绍等 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你说对这个艺术的一个酷爱 和对这个物理的这个喜好 对成就今天你这样的一个知名的 经济学家来说 有些什么样的帮助 那其实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在说 有时候我还会批评我的学生 比如说你现在做一篇论文 他把结果做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通过统计 计量进行学方法 把结果做得很好 可是文章写不好 然后不知道什么是漂亮的论文 对吧 写出来的论文很丑 对吧 那我说你这个脑子里面 就没有这个 没有审美的这个角度 你现在看很多物理学家 数学家 他们到年纪大了以后 他们写的书 其实他们都是在谈自己 对作为科学家 人生感悟 人生感悟也好 或者对艺术的这种理解 美的理解 你看杨靖宁也好 李正道也好 他们可能进入到80岁以后 他们在很多场合去做演讲 其实他们讲的都是美 因为美是一种审美的 其实这个东西是 不是努力能够达到的 对 不是培训就能做得到 但他们做物理学 做到后来 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 其实是很美的 2015年10月 张军与经济学家林毅夫 梵刚一起 以过渡经济学理论 获得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 张军也以经济学家的身份 为政府出谋划策 2015年7月 他受邀出席国家总理 李克强主持的 经济形式座谈会 就中国经济如何在稳增长 和调结构的平衡当中 实现升级发展 提出了学术建议 普罗大众可能对经济学家 有一个误取误解 大家说经济学家 是什么也说不好 也说不坏的 他的理论可能大家不懂 对不对 实践当中又看不到 有什么真的效果 但是我知道 这只是大家对经济学的 一个不了解 或者是对学者的差异性 的一个不了解 我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你也出席了 李克强总理的 中国经济形式座谈会 你觉得 对你的学术研究来说 在政府决策上面 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象征 就是政府跟学界之间 其实不是通过那一次座谈会 而是说它其实有 很多的机会和平台 大家在参与 你说大陆现在 每天有多少论坛 有多少各种各样的研讨会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不是浪费掉的 这些东西实际上它会形成 很重要的一些意见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 提供到最高的决策层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担任主任的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在复旦大学 其实它是一个智库 那我们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认为 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 给出的一些意见 写成这个简短的报告 或者我们叫快报 我们会送到这个北京去 我觉得至少会让决策者 在决策过程当中不至于偏废 换句话说 它能够降低决策失误的 这个概率和风险 那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些研究其实是有价值 尤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经济的预测 因为你看从理论上来说 它可能有一个过去经验 或者是其他国家经验的 一个借鉴 还有对自己国情的一个预估 其实这个是很有引导性的 一个作用 那我知道您跟西方社会的联系 非常多 在学术界也非常的活跃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西方 大家对于我们中国的 这个关注度在不断地提升 但是这个关注的领域 和对我们的观感 有些什么样细微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变化 还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我80年代末 就是90年代头 就是90年代初 到英国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多人 你知道就是说 说中国你们增长快 恐怕是造假 那个时候大家一致认为 包括主流的媒体在西方 也是认为 这个中国这个体制 离西方人所理解的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那个标准体制 不匹配 就是十万八千里 加入WTO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就是全世界开始认同 中国在市场经济这个层面上 所取得的成就 然后也开始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那最近这些年 我觉得我个人 从我个人进进出出 中国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 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就开始变悲观了 但是我觉得 这是在这样一个 比较悲观的氛围之下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 其实非常有必要地 去证实这些问题 对吧 就是大家都这样看这些问题 说不定这些还真是 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我们必须要证实 第二个我们也要去研究 中国现在出现这些问题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它怎么造成的 是不是西方的媒体 或者西方的大多数的 投资者所理解的那些原因 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原因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 那我们有必要跟他们去沟通 经济中长期增长受到阻力 中国应如何应对 平衡应对 就是平衡是维持 需求策上面的一些增长 内地城市发展 面对竞争 香港如何摆正心态 有的时候你看到后面 有人在追你 应该是更更给力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坏事情 其实是好事情 第一会客室 陈坚对话张军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第一会客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在2016年的复旦首席 经济学家论坛上 中国最具权威的经济学者专家 共同围绕了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发表意见 张军提出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 受到了三个威胁 观点一经发布 就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张军建议 面对威胁 政府需要使用好平衡数 一一击破 这几年资本市场的发展 是非常的快速的 其实在民营企业也好 尤其是上市公司手上的资本 并不少 但是投资意愿是不匹配的 是非常的低下 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 那我觉得大量的私人投资 民间的投资 其实他们非常 注重回报 注重回报 那你在整个总的经济 在下行的这种趋势之下 大家看到全球经济不好 分达国家经济不好 我们出口负增长 对吧 那国内又有这个 前几年过度投资的 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那么很多行业产能的过剩 所以他看不到 目前可以有比较好的 回报的这样的投资机会 所以现在1到8月份 你看统计上看 国有的投资 有20%的增长 民间投资只有2%左右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可能也是个问题 当然我觉得从长期来讲 如果是这样一个格局的话 那当然是很糟糕 但是短期的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说这个20%的国有的投资 也是因为私人投资的意愿 在回落的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把它加码一些 公共的政府的投资 GDP从08年之后 开始增长放缓 从双位数字往单位数字 到现在差不多平均6%的 这样的一个增长 但是就业率并没有改变 还是在高增长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其实这种背道而驰的情况 又是怎么样会产生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puzzle 因为很多人 你到海外去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说这样一个过山车一样的 就是说9% 这个9%几的增长 突然下来到 现在只有6%几的 那应该对这个劳动力市场 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对吧 那又有很多人就失业 结果发现这个统计上看的 失业率好像还比较稳定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政府现在对这个 经济增长下滑的 这样一个状况 好像有了比较大的容忍度 不是那么着急 说要怎么把它拉回去 觉得就业好像还可以 那么我们后来做了一个研究 就发现 就谁在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看部门 就我们发现大量是 政府 其实是服务业在创造就业 这个经济结构 也在发生的一个令和 当然我一个worry是什么 我担心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 真的是大量的劳动力 进入到服务业 那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他们去了服务业的哪些部门 因为服务业很宽泛 那么实际上我们后来 根据家庭的贵券调查 我们发现大多数 现在新增的就业 其实是在非常低端的部门 非常低端的部门 它劳动性能力很低 其实你看 就发现了这些引游之后 你觉得我们简单来总结的话 你觉得就是在中国经济 这个高速列车 现在开慢慢在降速的过程当中 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 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还是应该注重暴增长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 其实就像现在的中国的政府 所试图或者力图在做得到的 那个就所谓平衡数 就是平衡数 维持需求策上面的一些增长 但是不至于像过去增长那么快 适度的需求的管理还是需要 让这个经济基本稳定 国家的发展拉近了内地一线城市 和香港之间的差距 护港通 深港通 使得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有人认为香港在中国经济中 扮演的角色将会淡化 而张军认为香港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要好好把握 有人也会说到 我们香港和中国内地 那一国两制的情况底下 做个比对 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 上海是我的故乡 香港是我的家 那么有人就说 其实上海已经崛起了 香港的地位不重要 您认同吗 你觉得这两座城市 其实在我们中国整体的经济当中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 上海跟香港 我觉得我们要用相对的 这个优势的看法 就是说上海现在崛起了 这是一个事实 那上海在贸易 金融 航运等各方面 那显然这个在进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假定香港跟上海 一样的进步的速度 那上海跟香港之间的差距 以及上海跟香港 在这些功能上面的相对的地位 应该会保持不变 那我们就看说 香港是有没有可能 像上海进步那么快 我相信100%的人会回答说不可能 那如果香港它进步的慢了 即使说不是没有进步 而是说它进步相对上海慢了 那么上海跟香港之间的差距 应该会缩小 在很多功能上面的 现有的功能上面的相对地位 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 保持原来的那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 那现在问题是说 说上海有没有超越香港的可能 那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 香港还能 进不进步 还能进不进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看到后面 有的人在追你 应该是更更给力的往前 所以我觉得不是坏事情 其实是好事情 因为当你是老大的时候 你觉得后面没有人追你 其实你会变得有惰性 对吧 你会对现有的 现存的这些东西很满足 然后你没有危机感 对吧 那你当然你就不会进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香港应该感到幸运 就是有上海崛起了 那么你不需要 规动力 对你不需要担心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说 你要看到上海的崛起 然后你要进步 而且我认为香港 有进步的很多优越的条件 对不对 而香港可能比上海 要在国际化的程度上面 对吧 说英语的比例上面 比如说 然后跟外国人打交道 在金融上面的法律 跟制度上面 它有它相对的 甚至绝对的优势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香港应该是要做得更好 所以这个自信和危机感要并存 对啊 我觉得危机从来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只要你会去用它的话 对吧 三十年来 张军始终对复旦大学情有独钟 2015年 他出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公务更加繁忙 学术研究行政管理之外 张军主动为学院融资 为促进大学的学术发展不遗余力 再说到您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 教书做过大学教授 然后也做学术研究 然后现在您又是一个行政管理者 是这个经济学院的院长 因为作为一个院长的话 你就不光是学术方面或者教学生了 那么可能也会有些融资方面的压力 其实刚才跟您也交流过 你说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是你却积极地去推动融资 在去年达到了接近十个亿 为什么 什么样的力量 驱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大学 包括学院 我觉得我们进步是很快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 可以进步得更快 那需要我们去把我们的潜在的优势 潜在的资源很好的把它用起来 开发起来 所以我在去年就把注意力转向了 怎么样依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校友资源 开发这些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我们的学科学院 所以我这个想法得到我们校长的支持 而且校长跟我一起 因为现在流行的话讲 校长会跟我们一起站台 然后帮着我们一起 坦率地讲作为一个院长 其实领导没有给我下达任何的筹款的指标 这个可能跟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出一堆 所以回到刚开始你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回到对学校对学院的这样一种认同 就是这个环境我们非常喜欢 我们希望对这个学校对这个学院的发展 能够做一些贡献 所以作为院长来讲 我自己给自己加了码 我觉得我应该也去做一些筹款 然后我就既然对我们经济学院的校友 做了很好的一个分析 就发现我们的4万多个校友 绝大部分 60%都在金融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怎么样用好我们的校友资源 不仅仅是说他们给学院的发展 也能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而且能够在教学这个层面 人才的培养这个层面 甚至于资政卫民这个层面上 让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的 经济学院校友的网络 包括香港 我们第一个成立的地方联络处 其实是在香港 因为香港有我们很多很多的 经济学院的校友 所以我觉得跟您的交谈 让我觉得一个经济学家 你不能够只商谈兵 你要有很多务实地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不光是行使自己的一份责任 而且要去担当 本不该担当的事情 然后用心地去推动你的学术也好 或者是教育也好 这样的创造更好的环境 非常感谢张静教授 谢谢您 我很乐意来这个1TV 谢谢 好 谢谢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张军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他对复旦的专一 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多情 张军是一名将科学和艺术 融会贯通的学者 他善于发现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专专专业领域潜心耕耘 硕果累累 而在生活之中 则悉心苦捉 世界不同之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